好啊 今天不讲了 但传出卫生纸就变相涨价 所以高雄市路边就有业者开始摆摊卖其卫生纸 他们强调一串是50块钱起跳 不过仔细一看发现全部都是山寨版的卫生纸 撑网的十字路口 业者随意在路边摆了几张桌子 放眼望去 卫生纸堆得高高的 但厂牌却好像连听都没听过 你都不用担心 那个纸都很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拆起来让人家去摸 就是这样 因为每个人的触摸感觉是不同的 像我有时候跟客人讲说 你那个比较细有没有 可是有的客人摸起来就觉得他很细 就怕客人被不知名的小厂牌吓跑 老板娘直接把每一款卫生纸都拆开来 让民众随便抽 适用到满意再买也没关系 不过这件路边摊卖的蓝色包装卫生纸 乍看之下却和大品牌五月花和可丽树几乎一模一样 像这一串10包只要50元平均一包5块钱 另外这个牌子10包75元平均一包7.5元 唯一的这个大厂牌一串12包89元 号称比卖场便宜了20块钱 我们现在网路的或是一些大卖场什么的 都是小公司的那个产品卖得很好 因为现在大家钱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都是会找第二厂牌的公司来 物价涨涨涨 路边摊卫生纸逐大便宜还能试用 虽然有山寨嫌疑 但民众为了不让荷包失险 多半还是能胜则审 庄天线季博士高梦荣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